聯邦環境部將會在星期二公布聯邦政府廢棄減排計劃的細節 今日有最新民調顯示 差不多所有國民都支持加強對本國森林的保護 但卻擔心會影響經濟和就業 匡心魚報導 這項由國內三個環保組織共同進行的民調顯示 八成三國民同意聯邦政府應該採取更多措施去保護森林和野生動物 當眾灰省的支持率達到八成九 即使在支持率最低的草原省份 也有近四分三的受訪者表示同意 其中跨地區和政治派別的廣泛支持令人意外 自由黨和新民主黨對森林保護的支持度 分別增長到九成一和九成半 而保守黨也有三分之二的黨員 希望看到更多的保護森林措施 不過同一項民調卻發現 全國有六成七的人略微擔心這些保護措施會對經濟的影響 同一數字在保守黨中飆升至八成六 報告指雖然擔心程度只屬輕微 但情況不容忽視 這項在3月中訪問過千名國民的民調 就在聯邦政府發表期減排措施前兩天公布 是關係到2050年實現瘟西氣體零排放的正式計劃 報告指如果要實現這些目標 樓木業必須加配努力保護樹林